又到了乒乓乐透时间 这次是我小Ace要来玩这个游戏 生存 你可以在任何的困境当中 还可以就是存活下来 但是我讲的并不是说生命的生存 而是说 比如说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 很多人被淘汰 可是你可以生存到现在 for example 就像我已经出道将近快30年了 然后历经了就是各式各样的年代 然后到现在 我依然是屹立不摇 这就是所谓的逝者生存 你想想看有多少人被淘汰 我只能说I'm sorry for them 好第二颗 不上不下 那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代表就是成汉典 就是他真的是一个不上不下的人 就是我希望我的人生不要不上不下 婚姻就是一条不归路 就是怎么讲呢 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 真的就是尽量把对方好的地方放很大 不好的地方就尽量缩小 我觉得这就是要维持婚姻之道 然后还有千万不要听清那些什么各式专家 教你如何育夫之道 我觉得想要驾驭别人的人都是变态 因为人类都是自由的 你没有资格去驾驭别人 你也没有资格去改变别人 越是想要这样做的人 婚姻会越容易出现裂痕 我觉得应该要让各自 就是很free的发展 这一点我老公要跟我多学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肩 만会